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头也不晕 心也不闷了 七嫂 喝药 谢谢你 阿苏 不用谢 七嫂 这是补药 你病刚好 身体虚弱 喝了会好一点 秋婷 阿七 你想干什么呀 回家 人家黄师傅救了我 你打伤人跑哪儿去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回家再说 七嫂 你的药 阿七 你干什么呀 你老婆病了 你不能不让她吃药吧 她是我老婆 我就不让她吃你们的药 师傅 七嫂是你老婆我知道 但她是我的病人 我做医生给她吃药是应该的 我老婆什么病 你老婆怀孕了 什么 怀孕啊 对 我刚才给她吃的是安胎药 你老婆身体很虚弱 如果你想她母子平安的话 你就要多陪陪她 我会给你钱的 阿七 走了 走 黄师傅 谢谢你 阿七 你怎么样 你怎么成这样 师傅 你就这样让他们走了 难道还要请他们吃饭吗 师傅 我去看看阿荣啊 阿荣 阿荣 感觉怎么样 我没事 阿荣 多亏阿荣帮你推出淤血 不然就 哎 放心了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掉啊 放心 他呀 不是担心你 他是担心以后没有猪肉吃了 阿荣 你这样说我就不对了 阿荣的药都是我熬的呢 哎 阿苏 阿荣是跟你开玩笑的 阿苏啊 谢谢你了 没事了 哎 对了 阿荣 为什么你连一个鬼角七都打不过呢 哎 他们人多打我人少啊 他们暗算我才会搞成这样的 下次再让我碰到他 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阿荣 师傅常说冤冤相报核实了 再说了 你的命还是七嫂救回来的呢 现在七嫂有了身孕正需要他的照顾 以后见面能尽量避免冲突就尽量避免吧 哎 哎 师傅还说过啊 凡事忍让 所谓处事忍事不生事自然无事 安心稳心不欺心何等放心 哎 你们男的都忘了 你很能忍是吧 当然了 我叫你忍 忍 忍啊 我就忍 你还忍 我还忍 我叫你忍 哎哎哎 我警告你 你再动我一下我就忍不可忍了 什么 嗯 啊 快 我们还是让阿荣休息吧 这 哎 哎 阿荣啊 你早点休息 我们回去了 哎 好 好 回去了啊 早点休息 去吧 走啊 走啦 阿荣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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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婷婷婷啊 哎 不用准备这么多吧 为什么呀 呵呵 因为 我有小宝宝啦 嗯 呵呵呵 哎 好了 好了 来来来来 来 呵呵 你呀 坐着歇着 就让我来干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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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身体 知道吗 嗯 七哥呀 啊 以后啊 我们要多赚点钱 将来呀 让小宝宝快乐的生活好不好 好 哎 对了 提到小宝宝了 让我听听啊 哎呀 这么小 真是的 你说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这么小 嗯 我不知道 不说了 反正呢 不管是男孩也好 女孩也罢 都是我的孩子 我喜欢 总之啊 以后你在外面不打架 不喝酒 我就很开心了 知道吗 好 嗯 不过呢 你也要听我的话 早点睡觉 让我的小宝宝也早点休息 好不好 啊 我还要包药呢 黄师傅给我开的药 还没吃完呢 哎呀 黄飞红给你的药 还是别吃了 我怕我师傅会怪我 哎 我想起来了 今天我师傅出门的时候 给了我一包特别珍贵的药 这个药 对你和小宝宝 肯定都有好处 知道吗 走 好 好 是搬门弄斧啊 搬门弄斧 那看你的了 老人家 老人家 我斧老 不过 姜还是越老越辣呀 到底有多辣呢 拿些出来看看呀 好 好 现丑了 老人家 老人家 再来 失礼 失礼了 失礼了就应该有所表示吧 没错 为了筹谢各位捧场接法 我们田氏爹打完 高庄良 心作风 外力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啊 最重要的是 真材实料 祖传秘方 能依爹打刀伤 有病之病 那没病呢 没病就 没病就补身嘛 那么厉害呀 是不是很贵呢 贵是贵 不过 今天是送的 只要大家觉得好 觉得好 再来买嘛 大家快来买吧 买嘛 好 来 来 师父 那个不要真这么神奇吗 我让你去卖 你没有偷偷地试过吗 不要急 当然没有 这么名贵我哪有那胆子 阿蓉 你应该多休息一天 师父 我都没事了 应该到铺子里开工了 真的这么情宽 赚钱要紧啊师父 师父 阿蓉 师父 阿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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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好一点没有 没事了 阿蓉 我今天想吃猪肉 没问题啊 阿蓉 我 猪男肉 猪耳朵对吧 谢谢 没事 师父 我先走了 记住 凡事忍让 记住了 师父 我走了 再见 猪肉啊 快干活了 猪肉饼 我刚刚准备送猪肉到你那去呢 你以后再不用送了 我的猪肉档都卖了 我什么都没了 发生了什么事啊 进去再说 自从吃了赵虎的辐寿丸 就上了瘾 开始的时候 的确不错 渐渐的不吃 便浑身没有力气 辐寿丸也越来越贵 家里能卖的 都卖光了 黄师父 你救救我吧 我再也不想这样下去了 师父 你帮帮他吧 阿蓉 我帮你爸爸卖 你真的染上鸦片烟瘾 不可能啊 我从来没有吸湿鸦片烟的习惯 你刚才说的 什么赵虎的 什么福寿丸 肯定是 没错 可能是福寿丸有味 阿蓉 你还有福寿丸吗 我这里还有一粒 我不想再吃下去了 鸦片 鸦片 你看这有这么多 想不到田亮这家伙宣传力度这么大 扎眼间就能赚这么多 赵爷 你这抛砖隐约实在是高 你这抛砖鸦片烟瘾 不知大驾光临 有何贵干呢 有人举报你们在此处制毒卖毒 危害百姓生命 我们要搜查你这里 既然鸦片要查我们是百分百合作 请随便吧 走 出来 吃不头 敢问一声 何以搜查我们 黑虎全馆啊 对不起 是黄飞红师傅那里有病人说 在你们这里买的福寿丸 是鸦片丸 我们只能公事公办 报告吃不头 我们四处查看什么都没有 多计合作 打扰了 走 是 赵爷 这又是黄飞红的杰作呀 看来呀 他是盯着你不放啊 你看 要不是我们搬了基地 就得血本乌龟 黄飞红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这个仇一定要报 赵爷 不用生气 小人 自有妙计 哎 卖小玩意儿了 来 看一看 客官 来看一看怎么样 卖点小玩意儿吧 多棒啊 你看看 怎么卖的 一个吧 十文钱一个 便宜点 好 误文吧 给你误文 谢谢 求求你们了 大哥 你不能把我被子拿走啊 大哥 你们把我被子拿走了 大哥 怎么了 谁呀 他欠福收完钱没给 师父叫我们拿对底啊 齐哥 齐哥我求求你了 你帮帮我们齐哥 我们俩一起长大 我们俩可是一起长大的呀 齐哥 谁俩 齐哥你走吧 这里我们我们处理 齐哥 我求求你了 看他要不要 齐哥 看你要不要 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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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这是吃了什么了 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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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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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啊 哎 秋庭 你醒醒啊 秋庭 秋庭 你醒醒啊 秋庭 每天的价格都不一样啊 一个大洋只卖两颗 太少了吧 对啊 前天还是一个大洋四颗呢 哎 两位大哥 实在对不起 因成本涨价了 我门也没有办法 对啊 现在剩的也不多了 差不多都卖光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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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你们两个平均分配 跟我来吧 啊 各位街坊邻居 赶快来买啊 再不买 就没有了 让开 秋庭啊 让开 老婆 你坚持住 你坚持住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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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我老婆 大夫 让开 秋庭 秋庭 你坚持住 我给你找大夫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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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溪啊 嗯 我们走吧 嗯 哎 赵爷 今天管理不来呀 怎么 师父 师父 救命啊 师父 师父 救命啊 师父 师父 救救 师父 救救我老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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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救我妻子 你救救她 什么事这么紧张 师父 她吃了您给的福寿丸 就成这样了 你救救她吧师父 我 说什么 她都死了 跟我的福寿丸有何干系 她 她是我老婆 你在这吵什么呀 老婆死了就换一个 女人多的是 你看 更好的都有 好 就当死了条狗吧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没大没小 你 来 快 混杂 打 走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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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打 把势力搬出去 走 去 老婆 老婆 救命啊 救命 救救我老婆 救救我老婆 安静 宽哥 救救你 救救我老婆 你救救他 你别着急 救救他 阿琪 人死不能复生 不 宽哥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救救他 宽哥 你冷静点 他已经死了 天哪 不要 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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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了解你的心情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竟该接受事实 我以让阿荣替七嫂办理后事 你安心在这养伤吧 花师父 我 阿七 不用多说了 以前的事情 过去就让她过去吧 希望以后 我们能像一家人一样 是啊 阿七 其实我的遭遇跟你差不多 想当年我表妹把我甩了 阿蘇 正所谓男人当自强 七嫂在天之灵 也希望你能重新振作起来 黄师父 可是我腿都断了 我还能做些什么 阿七 不要太悲观 你的腿虽然伤得很重 只要你放宽心 好好调理你 正所谓 哀莫大于心思 只要有信心 有意义 人定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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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 人定胜天 歌倒 哀莫大于心思